发现全球新科技 欢迎收看由志愿网推出的ATAC 我是Tina 夏天到了 天气这么热 Tina更是懒洋洋不想动了 有和我一样的人吗 哎 真是恨不得走哪儿坐哪儿 可是搬把椅子多不现实啊 别急 来看看由中国设计师Mike Mark 和美国家具品牌Platos联合发起的项目 Book Eacher 这可是一个藏在书里的凳子 打开分分钟就变成形似灯 的纸凳子 坐下去稳稳当当 令人惊奇的是 这纸凳子居然可以毫无压力地 承受15个成年人的重量 来了解下去 它的表面看起来 跟一般的书还真没什么太大不同 长33厘米 宽18厘米 厚度14厘米 重量也只有1.5公斤 这么看来 无论是放在背包里 还是拿在手上都刚刚好 重量也轻得可以接受 它的使用方法更是简单到不行 你只需要打开之后 将两边一锁 就立马拥有了一个高33厘米 直径36厘米的凳子 问题也来了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这个奥秘就在于书内部的结构 风潮结构 这种结构具有稳定性好 抗压能力强 成本低等优点 于是乎 有了book nature 你可以随时随地拥有一个凳子 茶几 脚灯 甚至是组合制物价 家里用 户外用 都是妥妥的 现在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在变小 我想大家一定都需要 这种轻便小巧的家具吧 怎么样 你心不心动呢 好了 想和听到互动 关注智能网公众号 每周246 收听听到聊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